针对前基隆市长林又昌接任内政部长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给予满满的祝福之外 也将拜会林又昌部长 争取基隆成为直辖市 之前就有耳闻可能会掌管内政部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开心 先恭喜林又昌林市长 能够接任内政部的部长 对于基隆而言 我觉得我曾经在第一个市政会议就提出过 希望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个议题包括林部长 在林市长任内都也曾经积极推动过 反正无论如何就是要让基隆市民 跟北北桃的市民一样 拥有直辖市的待遇 就这一点我想我非常期待去拜访林又昌林部长 跟他共同一起来讨论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 我觉得基隆市民都很乐意 能够想要了解 未来如何能够有效的升格成直辖市 并且透过财政收支划分的方式 让基隆取得更多的预算跟分配 所以这一点未来 一方面恭喜林又昌林部长 一方面未来我会择棋去拜访他 期待能够有一个有效而公开的讨论 可以帮基隆市升格成为直辖市 前后任的基隆市长都希望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这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也希望这样的环境跟条件下 基隆能够美梦成真 争取到更多资源 为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福利